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什么都没有 直接就进入到他许多许多在神面前的师父跟征战 因为在这马可福音里面所述说的是 耶稣是神的仆人 那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术就是 他在耶稣基督所走的道路里面看到 打开的是征战 预备的是荣耀 从起初约翰就为他预备道路 但是约翰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我是用水和你们给你们施洗 但是耶稣基督来了 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 约翰说的是 我能够为你们预备一个道路 把你的罪恶除去 因为你要得到赦免 你要在神面前来脱离你们的罪孽 但是耶稣他来了 不但使你们的生命得到干净 而且给你们有一个新的生命 因为他用圣灵为你们施洗 他在那世上 神为他做了很多的见证 不但是圣灵如同鸽子降在他身上 而且在那时候 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这些见证都在告诉我们说 从神那里而来的耶稣基督 正在为我们做一件 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件事情 人类的历史里面不可磨灭的 每一个人都需要的救恩 好 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 没有什么荣华护贵 反而一开始第一件事也就是 被吹到幻月里面 四十天所试探 这四十天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有魔鬼的试探 借着缺乏 借着自尊心 借着荣华护贵 但是耶稣在这个过程里面 并没有特别的能力来帮助他 但是耶稣在这四十天里面 有他心里面 所带出的生命的感动说 不 我们一定要有神的话语 单单靠神的话语 还有试探神 还有单单敬拜神 魔鬼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耶稣再次得胜了 然后在这一段圣经里面 他立刻讲到 耶稣往前走的时候 呼召了门徒的第一批门徒 就是彼得安德烈跟雅各跟约翰 那其实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 只是告诉他们说 跟来跟从我 你们要得人如得鱼 那这么简单吗 其实同样的故事里面 在路加福音就可以看到 他其实在格利撒勒府里面 在那府 经历了一个耶稣给他们最大最大一个神迹 他们从来没有扛过的 因为他本来很沮丧 这四个人本来很沮丧的 因为他们整夜绕练没有打到鱼 他不想该怎么办才好 耶稣却对他们说 你们要不要试试看 开到水深之处 在那里你们再试一次 他们说不可能 整夜都已经打了鱼 没有什么收获 耶稣在这段讲的时候 他们就说好吧 但是依从你的话 我们再试一次 结果没想到 神迹发生了 不但鱼破量大增 而且鱼网差一点破了 所以他们两个 还有后面那两个门徒 就是约翰、雅各 他们立刻就发现一件事情 跟从你超过所求所想 所以他们决定了 那天如同耶稣所说的 不但是余佛量大增 而且要得人如得语一样 这是生命里面 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作为 但也好不好 让我们今天一开始 就来思想 我们生命要怎样遇见 这位耶稣基督 并且使我们生命 超过我们以前 熟悉的任何的行业 跟任何的专业 因为神要帮助我们 得人胜过这一切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神圣师 我们谢谢你 是给我们生命新的日子 我们本来疑惑 本来痛苦 本来难过 本来不知所措 但是认识你之后 我们知道 超过所求所想的 恩典、力量 在我们身上 我们确信这一切 所以帮助我们 全心全意来跟随你 让我们这一天 带着喜乐 来跟从神祢的每一件的意念 献上刚恩 祷告佛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